最近在试很多那个防晒嘛 然后这几天用到一个防晒就特别的拔干 所以我今天得好好的来卸个妆 洗个脸 NARS的这个眼神蟹我马上就用完了 但这个真的不太好用 它就是用量要很多 而且蟹的贼慢 感觉理副全都不需要怎么敷 但是NARS就要多敷一下 洗一下嘴巴 这是我一直在喝的那个铁园 我一般是在刷牙之前喝的 其实还蛮好喝的 但是就是厚掉 有那么一丢丢的铁的味道 所以我一般在刷牙之前喝 但是我刚才忘记了 这个洗起来不像西藏膏那么的麻烦 嗯 但是清洁力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清洁面膜 这个是Temple Spa的清洁泥膜 差不多快用完了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敏感皮 或者那种皮很薄的人 会觉得它可能太强劲了一点 它这个闻起来就是一股很浓的薄荷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味道啊 我的眼睛总是敷了一下下之后 就会有一点点红 但是它的效果啊 清洁力真的还挺好的 皮肤偏油的话会很喜欢这一款 OK 那我们就10分钟之后再剪 之前就有人问我 运气可以做哪些美容仪什么的 的确是很多美容仪就比较的有限制嘛 然后这个红光仪就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这红光面罩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用 没有说是每天用吧 但是每个星期都会用那么几次 而且储存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因为是软硅胶的嘛 我就把这个别在后面的这个袋子里面 今天可能时间稍微晚一点 我就只做10分钟好了 我这个再等个几分钟就可以摘下来了 我照完了 感觉我现在都有点变白一点了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就护肤吧 先来用一个水 这个是去年的年度最爱 BR加的角质调理液 它是比较适合敏感肌的 我不是敏感肌 我当时就入了一个 就比较温和版本的 这个用起来效果很好 它这个系列里边都是含有一粒果酸的 就是可以带现我们的角质 很多人就说孕期最好不要用果酸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 水阳酸的话我觉得稍微可以避开一点点 但是果酸的话 我是隔三差五的就会用这个擦一下脸 我真的是觉得定期做这种角质的清洁啊 角质的这种调理 皮肤真的会稳定很多 而且对于护肤品的吸收率啊 就会好很多 我擦完这个水啊 要等个一两分钟 然后再护肤会比较好 看我脸上的这个斑 我上一胎怀口口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没怎么长斑 但是这一胎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长大了 就是对于这个光线特别的敏感 上次连续有两个周末去了海边 回来之后就明显的这边的斑 还鼻子上的小缺斑都出来了 所以这次运气我尝试了很多美白淡斑啊 还有什么抗氧化的精华 之后给大家做合集 我现在还在试一些产品 待会儿要用一个巨好用的一个美白淡斑的精华 真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我的 目前是到我最喜欢的 这个我一般等了一会儿之后就会 喷一下水 随便什么喷雾都可以 我用的是Tata Harper他们家的这个花水 其实这个护肤视频早就想给大家录了 但是你知道孕妇吧 特别是一到孕后期 每天一早上起来就打了鸡血似的 精力非常旺盛 我总觉得我今天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的事情 但到周五的时候 人就开始有点疲惫了 到下午的时候就更加疲惫了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人就有点蔫了你知道吗 所以每次想着要录那个晚间护肤 我就是就到晚上就有点不想录了 因为有点太累了 所以对大家也挺抱歉的 就是这个视频让你们等了太久了 今天我感觉状态好一点 因为今天下午睡觉睡得比较晚 今天我四点多钟才睡午觉 所以今天晚上就比较精神一点 先来上一个刚才说的 我特别爱的这个精华 中文名字叫柔带 好像这个牌子 我这个刚刚 哎呦 我这个怎么挤不出来了 它这个就是吸管特别的烂 吸管就吸不上来 可能它这个液体就太重了 所以每次吸的话就得吸两次 我当时刚刚开始用 差不多用了两周的样子吧 我就觉得 哎怎么脸上这两片的斑 是淡了好多 然后整个皮肤也有变白 它是美白加体量都是可以做到 上次那个爱用物的时候 其实我很想把它给写进去 但是我就有点犹豫 因为我用的时间还比较短 所以就是想多给它一点时间去测试它 运气就会长一些这种奇怪怪东西 而且就是长了它就不消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荷尔蒙也有关系吧 我之前是脖子这边长了一颗痘 然后那个痘印就一直都不消 大概都有一个多月了 它都不消 期间用了很多美白的淡斑的 还有抗氧化的精华 就对这个痘印都没有什么效果 用这个差不多用了两个星期吧 我就明显发现这边的痘印给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我一般晚上会叠加两个精华 一个就是紧致抗老累的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其他功效型的吧 第二个叠加他们家MT 就是日本的那个院线品牌 大家知道吗 他们家最近段时间超级的火 我入了一个套装 那个套装里边就是有这个 他们家很出名的这个小蓝瓶 号称是线雕精华小蓝瓶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夸大气死 有那么一点意思 但是绝对不能跟线雕 不是说你擦上去就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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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宙丝那个仪器 附送的精华差不多的 但比那个精华还是要稍微好用一点 宙丝那个精华 我也觉得完全是鸡肋 没什么用也没什么效果 但这个稍微有一点去水种 稍微有一点点提拉的效果吧 但是如果大家奔着是线雕 这个概念去买的话 那就算了 这个就一般般 他们家这个精华非常好用 质地非常的水 你看都流下来了 磨起来也是像那种肌底液一样的触感 但我觉得比一般的肌底液的滋润度要好一点 我之前用过一些含干细胞的一些护肤品 感觉修复力会很好 这个呢我就感觉它的提升紧致力还不错 那套装里面有一个干细胞的眼霜 就是这个是他们家一个小的眼霜 这眼霜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待会我来涂吧 我现在要涂个颈霜 陪李康他们家冷霜系列的这个颈霜 用了有一半了吧 但是呢这个虽然用了一半了 我还是没有体会出来的 它有什么效果 触感质感的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它比冷霜的滋润力要高一些 脖子这边的话还是需要滋润力高一些的 因为有很多纹路嘛 这瓶如果用完 我还是没有觉得有太大功效的话 可能我就考虑换一个另外的牌子用 我看很多人推荐那个Revision 大家有没有用过 那个我还挺涨槽 现在呢我准备来涂个眼霜 感觉今天用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当我近期最爱的护肤品 我这个是5毫升的 它的质地啊就是还蛮粘稠的那种 不是粘稠是浓稠 所以这小小一瓶还蛮精用的 它的功效也是提拉精致 对了如果你们比较爱长黑头 像一些护肤品啊 我都不会擦到鼻头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油分过多的话就容易自身黑头 所以像我擦的护肤品都很少带到这个鼻子去 但是我会擦到这里 因为有的时候皱眉啊 或者是做些表情啊 这边会挤到 最后一步上个面霜 面霜我也是用的他们家的 这个面霜还有他们家这个精华 就是因为我用了他们家那个眼霜觉得好用 所以我就回购了 但是我没有回购眼霜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面霜好用的话 面霜是可以带到眼周的 所以就可以稍微节省一点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才开始用没多久 但是真的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面霜适合干皮 它的用量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但是是那种比较油润的 所以我一般晚上会擦 白天的话我就不喜欢这么油润的东西了 而它这个面霜是 现在擦了你觉得会有点油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上基本上也不会冒什么太多的油 就都被皮肤吸收进去了 你看我这个皮肤反光的样子 大家能感觉出来它还是比较油的吧 最后一步我睡觉之前就会涂一个唇部的 它是Neo的这个风唇精华 这个用之前要摇一下 其实我不能说它让我的嘴巴多么的嘟嘟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对于那种很干的嘴巴很有效 每次一滴就够了 之前在IOP里面跟大家说过 它上唇之后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而且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唇纹是有简单那么一点点 好啦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护肤routine 不知道下一次跟大家录护肤routine是什么时候了 可能是我生完宝宝之后 给大家录一个修复期的护肤routine了 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可以一起帮我多点赞 多留言弹幕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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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